这是本剧的最终之战 练成屁魔剑法的一水寒 决定不再猫捉老鼠 要用自己绝对的实力 将袁孝天几人送上西天 而就在刚刚 北唐馨儿生下孩子 竟然无意中破解了一水寒的亡魂沙破 摆脱了一水寒的控制 一水寒得知此事勃然大怒 带着屁魔剑找到了袁孝天等人 他倒要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办法可以破解亡魂沙破 原来是北唐馨儿生了个鬼儿子 才坏了我的大师 你们有本事破了我的剑气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吓活 干粮带你馨儿走 我们来挡住他 袁孝天追到一水寒不可立敌 让西门若水带着北唐馨儿先走 他和丹丹龙袖留下来拖住一水寒 哪知仅仅不过是两招 袁孝天三人就被一水寒打倒在地 一水寒没有杀了三人 而是选择去追西门若水和北唐馨儿 北唐馨儿带着一个孩子 行走的速度极其缓慢 很快便被一水寒拦住了去路 西门若水不是一水寒的对手 被一剑打得口吐鲜血 眼见一水寒要对北唐馨儿下手 西门若水不顾伤势赢了上去 替北唐馨儿挡下致命一击 一水寒也被西门若水一掌打退 可西门若水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隐落在袁孝天的身前 袁孝天望着一水寒满眼杀鸡 正所谓队友寄天法力无边 西门若水的死彻底激怒了四人 四人用出了玄宫合体对付一水寒 一水寒也不甘示弱 挥动手中的屁魔剑 用出了恐怖的亡魂杀魄 玄宫合体的威力不可小觑 竟然与亡魂杀魄分庭抗礼 双方打得是难解难分 可惜北唐馨儿刚刚生完孩子 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根本维持不了这么强大的魅力输出 很快体力不知掉落了下去 一水寒也趁机发难 一剑将袁孝天四人打飞了出去 风火雷电四块麒麟玉掉落在地 刚好沾上了袁孝天四人的鲜血 一水寒要下杀手之际 刺快沾有鲜血的麒麟玉 猛地形成了一道彩色屏障 将一水寒给反弹了回去 一水寒脸上的面具掉落在地 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让袁孝天四人大吃一惊 袁孝天万万没有想到 一水寒竟然会死而复生 还做着称霸天下的美梦 一水寒文言不以为意 如今他屁魔剑在手 只要除掉了袁孝天四人 世间将无人是他屁魔剑法的对手 成为武林至尊指日可待 谁知一水寒的话音刚落 四块麒麟玉再次发生一变 风火雷电四大麒麟现身 像是拥有了神志一般 开始攻击起了一水寒 面对四大麒麟的围攻 即便一水寒手握屁魔剑 一时间内也手忙脚乱了起来 四大麒麟眼界奈何不了一水寒 竟是冲向天空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只威武不凡的惊麒麟 这就是惊麒麟 惊麒麟吐出了麒麟屁魔珠 一击秒杀了天下无敌的一水寒 妥妥的一波剧情杀 而屁魔剑也在神秘力量的牵引下 化身飞剑直冲云端 消失在了茫茫的云海之中 从此再也没人能够利用屁魔剑为何天下 再看袁孝天四人 经历过这场劫难之后 看破红尘决定归矣 不再理会江湖上的恩恩怨怨 从此袁孝天带着龙袖三人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牧羊生活 下一集 我们讲一讲另一个版本的大结局 师叔 依士涵 是东方白石成选了你 才保住你这条狗命